画舍天祖 有一天,几个人得到了一壶好酒 其中的一个男生说 这壶好酒只够一个人喝 咱们人挺多的 不如咱们来个比赛 谁赢了,谁喝酒 大家高兴的同意了 到底比赛什么才有意义呢 大家讨论了好酒 最后,他们决定画舌 谁画得又快又好 谁就可以喝这壶酒 于是,他们都在地上画起舌来 有一个人画得最快 转眼之间就把蛇画成了 他得意的拿起酒壶 刚要喝 看到其他几个人还没有画完 心想 这时间,我还能给蛇添上几只脚呢 正在他画蛇脚的时候 另一个人的蛇已经画好了 哪个人把酒壶抢过去 说 蛇是没有脚的 你怎么能给他画脚呢 这壶酒应该是我的 说完 他拿起酒壶 一个人把酒喝完了 画蛇脚的人看着属于自己的美酒 被别人喝完了 别提多后悔了 可是能怎么办呢 谁让他画蛇天族多此一举呢 有一天 几个人得到了一壶好酒 其中的一个男生说 这壶好酒只够一个人喝 咱们人挺多的 不如咱们来个比赛 谁赢了谁喝酒 大家高兴的同意了 到底比赛什么才有意义呢 大家讨论了好酒 最后他们决定画蛇 谁画得又快又好 谁就可以喝这壶酒 于是他们都在地上画起蛇来 有一个人画得最快 转眼之间就把蛇画成了 他得意的拿起酒壶 刚要喝 看到其他几个人还没有画完 心想 这时间我还能给蛇添上几只脚呢 正在他画蛇脚的时候 另一个人的蛇已经画好了 那个人把酒壶抢过去 说 蛇是没有脚的 你怎么能给他画脚呢 这壶酒应该是我的 说完 他拿起酒壶 一个人把酒喝完了 画蛇脚的人 看着属于自己的美酒 被别人喝完了 别提多后悔了 可是能怎么办呢 谁让他画蛇天足 多此一举呢